再跟各位聊两句 是这样的 前两天 这十天之内 有发生了四起 驾车冲撞行人的事件 就是故意的 这应该说是故意的 到目前为止 到底是独驾还是酒驾 我看到的这种说法 应该是如果看新闻往后续的 可能还是有故意的情节 它不是一定是独驾或者酒驾 也不是说高跟鞋卡 直接踩上油门了 这个好像也不是 其中前两天是两起 三月底四月初是两起 只有这四起里 只有一起是有明确报复的 这种事情的 就是说开车把院长撞死了 好像是长州那边 江苏长州那边 是浙江还是江苏 我有点忘了 长州那边驾车撞死了两口子 是院长 其他的三起都是整个的来说 是无差别的对社会的一种报复 应该是这么说的 我们就有的时候会在想 在中国的媒体上 这些东西其实销声 它也是在销声的 很多的你看像正规的媒体 它不止最后报道一个结果 或者是当时一段很小的新闻 它也不太去挖它后边 到底有什么样的事情 也不太说这些玩意儿到底是最后怎么回事 它只是报了一个新闻 然后你社交媒体上掀起再大的波澜 它只要在算法上不给你推荐 对吧 你比如说我这个视频很有可能 算法上不推荐 就到不了您跟前 那您呢 也就是 也就是看一下吧 如果有兴趣 对社会新闻有兴趣 你可以能知道 但凡没有多大兴趣 这个新闻呢 就默默的消失在人海当中了 这么大的信息流 那像这样的情况 我们就会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会中国会有这样的一种事情发生 是这样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驾车冲撞这件事情 它依然是具备一种示范效果的 就像我们一直在谈美国枪击案似的 美国枪击案呢 就是它比如说校园枪击呀 或者是说无差别的射杀这种东西 那它呢 你会发现在一个案件出来之后 后续很有可能就有它的模仿者 这个是一个在刑侦方面 或者是说在社会学方面 它是一个很怎么说呢 很独定的这种现象 它就一定会是说有这种模仿者出现的 那这个呢 有了第一次 往往在一个短时间之内 它会有多次同样的这种情况发生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条件 这是一个事情 那第二是什么呢 因为中国人呢 有一个问题就是 中国人拿不到啊 这种武器 你比如说你拿刀 就是一般的老百姓能拿到的这个武器呀 怎么说呢 我觉得杀猪刀已经算是顶级的大杀器了 您别跟我这样的玩古董刀剑的比 我这后边随手拿出一玩意儿来 都算在中国社会里都算大杀器 而且中国的社会是 中国一直以来把像这种非常利于劈砍的武士刀 视作这个非常重要的打击的对象 那因为 其实这个差出一句了 就是说 从刀来讲 对杀伤力来讲 各种各样的短兵 就是护身的短兵来说 这武士刀算短 算短的 护身的这种随身的短兵 不算那种长 长兵是大刀长矛 那种关刀啊 这种长矛啊 或者是旗矛啊 或者是那个军阵用的这种矛 那都是2米以上 3米的那种路子的 对吧 那稍微的长一点 4米的都见过 最长的那个矛有6米的那种 就是那个什么 好像是罗马枪阵 还是不是罗马枪阵 是马其顿方阵 还是什么玩意儿 就反正最长的那个 是大概有6米左右的 都已经端度端不住 快端不住那种玩意儿了 那叫长兵 那护身的短兵呢 就是大概是刀 这个用这种刀呢 这种杀伤力最强 杨的大概就是日本的武士刀了 那所以在中国的 因为很多的这种刀家爱好者 他去买新的 但是你只要买新的 古董还好说 你只要买新的武士刀 是中国打击的最严的这种武器之一 民间的你能够找到大杀戏就是他了 当年杨家的那把刀实际上来讲就是那个 就是一把仿制的 就是武士那种所谓的短刀 就是两把刀 一把是长刀 一把是短刀 那他抛斧自尽的时候 那把刀是那种更小的这种刀 它是怀刃的 类似于怀刃 那这两把刀其实都是打仗用的 没人一般来讲 没人用那把刀刃自杀 知道吧 这个先跟大家说一下 那他用的很有可能就是一把 稍微对尺寸短一点的那个斜拆 大概是这样的一把东西 你就可以想象出 在一个稍微受过点训练的人手里 杨家肯定是自己训练过自己了 那他的杀伤力有多恐怖 但是这也就是中国人能够拿到最大的杀气了 一般普通人而言 再普通点你就只有菜刀了 可是中国的老百姓非常创造力的发明了 就是发现了另外一件大杀气 汽车 私家车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随着进入到这种工业社会 我们自己有私车的这种事情就越来越多了 对吧 那你比如说我有自己的私车 大概是在97年98年的时候 我就有自己的私车了 自己的小轿车 那当然那个是一个很小的车了 是一个奥拓 后来长大了才是奥迪 对吧 那像这样的 那个已经开始进入家庭 轿车开始进入家庭 最早的时候 大概我记得应该是在9293年 就开始有一部分小面 被购买了 包括甚至于驾照 也成为一个普通的东西 原来我们是说 司机 职业司机 算是一个很受人羡慕的行业 因为职业司机 就是听诊器方向盘 人事干部受货员 对吧 这是一个在论的东西 那到后来的时候 就向社会开放 它整个的就不再是整体的 那么去培训 比如说工厂让你去培训 然后驾照要挂在工厂的名下 才有可能 我们原来有一段时间 我最早拿下驾照的时候 我们那个驾照 还是要找一个地方要挂靠的 你要是不挂靠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取的 你的驾照是不能落地的 这是没有用的 所以在后来的时候 驾照就随个人了 他跟着人的身份证 什么的就走 那已经普遍了 而且有一点 我必须跟大家说一点 用轿车这种东西来冲撞行人 是一个对于一个人的心理上的平护 它是一个能接受的东西 我原来跟前段时间 我跟大家讲过这件事情 就是说你用枪 你用N距离去杀人的话 哪怕是您用近距离几米的时候 对吧 因为你一般人15米之外 你拿着 你给你一把手枪 你还真不硬打得准 我见过太多人了 我刚开始玩手枪的时候 离着5米都能可能打偏了 对吧 这个离着15米能够打准了 那其实很难 就是哪怕你离得很近的时候 把人打死 这个也都是某种情况下的 它是一种成为一种心理的隔离 这种心理的隔离的时候 你会更容易的去扣动扳机 这个是一个不太一样的心理素质 你真是说让你拿着一把 你比如说我后边架子上 这把鞋钗 你去拎着那把刀 你去砍人家 这个我肯定 我都不行 我也不是说 我可能砍僵尸还行 你让我砍一活人 就哪怕你像方舟子 我都下不去手 真是这样 甭管你多讨厌他 对吧 我还是下不去手 为什么当年拎着木刀去打 去想打无法天 因为木刀好 我能控得住 能打折他一根 打折他腿 但是你让我拿一把 他妈直接拿一把50刀 我家里他们几十把50刀 随便拎出一把来 都能直接把他斩首了 那不是开玩笑了 这不可能 你那个是扛不住的 心理上是扛不住的 像这样的这种汽车 就起到了枪支的这种作用 它给你自己做了一个心理上的隔离 给你 因为你是车撞上去的 你不是人去跟人去这么接触 没有看到热血 直接扑到你脸上 然后人就飞了 对吧 你只要闭上眼 找一人多地方 一踩油门 光机你冲上去 他就有这种心理上的隔离 他就可以做这件事情 美国枪跟中国车 它是起到了 其实是同一个作用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分界点 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 比如说美国你看今天 它有多少枪击案 对吧 然后大型的枪击案对无差别报复的 咱不说他自己自杀或者是黑帮火兵这种东西 咱不说那个 那是说针对陌生人的这种所谓的无差别的杀伤 你要是直接看的话 你把中国的这些事情你摘出来 基本上也差不了多少 只不过是因为中国没有这种大规模的杀伤性的武器 你看上去还是一个可以说是怎么说是一个相对安全的一个社会 这个应该大家能够能够能够理解 而且你用汽车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有两种 一种你说人群众多的地方 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障碍物也多 你车撞在那熄火了 对吧 它造成的损害 不会像拿枪那么大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就是说很多人 我们开车的时候 如果您会开车您知道 下意识的会踩油门去 那不是踩刹车去 你遇事你会踩刹车 它很有可能就是说一下自己 你哪怕是闭上眼踩上油门了 你撞上第一个障碍物的时候 你很有可能你这条件反射 这个肌肉记忆条件反射 你是意识上很难控制 他就有可能伴着油门 他都会伴着刹车 那这样的话 它速度会降低 所以中国的像这样的这种群死群伤 这种对社会的报复事件 往往烈度是低于美国这边这种枪支 这个也是一个中国到今天为止 他还是说自己是安全的这种信心 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你稍微再有点杀伤力 但是没有了 可是呢是这样 就是说今天跟大家聊这个事情 为什么说一定再跟大家说一次 以前我说过一次了 就是我在去年的时候 就警告过很多的朋友 我说你尽量少往那个 就我在节目里直接说了 在国内少往这人堆里瞎凑 为什么是如此 就是从经济下滑的这角度来看 肯定的来说是某种情况下有人会铤而走险 对吧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这边就是力气太重 这种力气重是平时的 因为我们这块的压抑的程度也大 它压在心里 它可能就没有这么大的这种发泄的这种出口 但是我们要知道 这个玩意儿如果一旦心里失衡 它不定什么时候脑子一热就能干出点什么事来了 这个预言 我说这段时间随着经济下滑 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状况 如果是我的老听众 老观众的您可能会知道 这个我原来就说过 我就在去年年 应该是下半年年底左右的时候说过这话 那我说你要小心这个 那现在有可能 很有可能 随着这个经济的这种下滑 更大的危险和这种群死群伤事件 对社会的报复 有可能还会出现 尤其是这种示范像出来以后 对吧 那利用这个中国人所能掌握的最大的杀器 那它有可能会对别的 就其他人的人身造成一定的伤害 能怎么说呢 反正自己小心吧 这个谁也不敢讲 说一定自己能够 所有的东西都躲开 当然了 受害者始终是少数 但是自我的一个防护 或者是多少小心一点 也不是什么坏数 只能是如此说了吧 为什么顺便说一句 这个在1到3月份的时候 中国的挖掘机整体的销售大降了44% 你就知道以中国基建所吸纳的投资 然后资金量以及劳动人口 有太多太多的人应该是现在不太能够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工作了 这也是可能是原因之一 就是说一夜之秋 管中亏暴 可能还能够体现出现金的这种经济的走势 如果说再往下走的话 我真的是 怎么说呢 算了 中国也就是他妈幸好没枪 要是现在中国是有枪的话 照这个路数走 中国社会如果普遍拥枪的话 我估计大概就直接就军发内战了 不过有一个问题倒也是我这些主席瞎说 就是中国社会要是普遍拥枪的话 我估计也不会轮到咱圣上这么踏踏实实的在这位置上坐着 也恰恰是因为这个社会没有能够普遍拥枪 没有能够有任何一点的反抗机会 我不是说民间的枪可以反抗政府的军队 你怎么跟火箭炮你也打不了 对不对 但是你没有任何一点点 哪怕是0.1%的可能性进行反抗的时候 那不知道怒火也发现到什么地方 也就是如此吧 好谢谢诸位跟大家瞎说几句